比两弹一星还要难 中国将为半导体注资9.5万亿 为实现自主可控的芯片技术而奋斗 新华网9月25日为我们带来了一个 我国芯片领域的重大消息 微重银行在9月24日的 2019年度银行科技颁奖仪式上 凭借昆蓬芯片在银行业的首次应用 荣获发展奖一等奖 这一奖项背后的科技成就 值得我们为之驻足一关 国芯片将引领全面自主可控的 半导体核心领域 将打破传统金融业 低成本大容量高可用的不可能三角 坚持发展自主可控的半导体技术 将极大推动各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智慧城市智慧生活将从数字建模中走向生活 实际上如今的中国芯片 不得不让我们想起中国的两代一星时期 科学网消息称 中科院院士李树申 同中科院半导体研究员骆军伟 经过十个月的深入调研 以实际数据和大量资料汇总报告 阐述了我国半导体研究现状 与功课中的难点所在 报告指出 将半导体与两单一星的研发难度相提并论 那是没有意识到 这两者的更新速度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 通俗而言 造出两单一星后 这一技术我们就能吃许多年 但即使研发出当前最新的芯片来 18个月后 芯片晶体管数量就能翻一倍 用一个简单的比方说 就好比换手机的速度 手机系统的更新速度 都是息息相关的 为了实现这一转变 我国拟投入大量资金资源 美国彭博社消息称 中国计划为经济注入超万亿美元资金 投资将覆盖无线网络 到人工智能的一切领域 根据总体规划 六年内预计为三代半导体技术相关领域 注资1.4万亿美金 折合人民币9.5万亿元 以发展包含5G网络 传感器 人工智能软件 自动化工厂在内的高新科技产业 三代半导体芯片的主要成分是 碳化硅 氮化加等参杂性复合材料 具有较纯半导体更为优质的电导率水平 能够在高频 高功率 高温度环境下工作 被广泛应用于第五代芯片 军用雷达 以及电动汽车等相关领域 我国在这一领域不断增长的需求和投资 将有实力打造出世界一流的中国芯片巨头 在如今中美高新技术 难以共存于同一片土壤的年代 主要企业相互撤离 既是挑战 也是机遇 挑战在于 我们将侵权国之力 共同克服中国多年依赖外国的半导体技术的关键难题 不仅要跟上半导体发展的历史积累 技术更迭 加大科研投入力度 完善产业链 创业链 最为重要的一点是 加大这一领域的人才培养 学科建设 还应该注重相关知识产权保护 真正实现成果转化 最为现实的原因就是 一美元的半导体产品 将带来100美元的GDP增值 而半导体的核心技术 就是这一增值转化的关键所在